三国最牛的五虎将是关羽 你错啊 此人近期时还斩杀了魏国五位名将 此人是五虎上将之一 只因为被一个人看不起 就杀了对方四个儿子三国时期军阀各剧 各路英雄各显身手 是一个能人辈出的时代 像是蜀汉刘备手下 就有五个赫赫有名的大将 被后人称为五虎上将 他们分别是和刘备有结义之情的关羽 张飞 少年成名的马超 老当义壮的皇主 还有完美无缺的赵云 这五虎上将都是以武功勇猛高强文明 战场上杀人无数 让人闻风丧胆 其中有一个人在七十岁的高龄 因为被一个人看不起 一怒杀了对方四个儿子 他是谁呢 此人就是赵云 赵云本来是白马将军公孙赞的部下 在跟随公孙赞的期间 赵云结识了汉室宗兴刘备 后赵云因为兄长去世 离开公孙赞达七年之久 被叶城遇见刘备 从此 忠心追随刘备 赵云在跟随刘备的将近三十年里 先后参加过许多次著名的战役 像是伯望坡之战 长板坡之战 江南平定战 独自指挥过路川之战 汉水之战 击谷之战 这一次次的战役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 赵云的威名也一度传遍天下 曹操也对其侵入不久 后刘备死后 诸葛亮为了完成其一制 精心准备了第一次北伐 当时赵云已经七十岁高龄 和邓志一起作为北伐先锋 赵云老单一壮 其所在的军队是主力军 在凤鸣山 赵云遇到了魏国大将韩德 韩德是一员力大无穷的大将 素有万夫不当之勇 他看见当时的赵云是一个年过古兮 驱发皆白的老头子 就打从心底不屑 想着如此一个糟老头子 上阵杀敌不是笑话吗 于是他根本没有自己亲自动手 只是派出自己的儿子前去迎战赵云 赵云很是火大 想当年自己身经百战 几乎战无不胜 如今竟被韩德看不起 派几个矛头小子来和自己打 简直太巧 不起人了 结果赵云先后杀了韩德的四个儿子 证明了自己宝刀累了 连后来上阵的韩德已死在赵云手下 很难想象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是怎么杀死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的 这些人不拼武功 光是比利器 也敌不过一个七十岁老头子 真是可笑 赵云和韩德这件事 说明了赵云七十岁仍然宝刀未老 也说明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交兵必败 韩德看不起赵云 觉得其垂垂老矣 有什么本事和自己对抗呢 他太骄傲了 结果害得自己和四个儿子都丧命在赵云手下 这就是古人说的交兵必败 韩德败在赵云手下也是理所当然 谁叫他那么骄傲 看不起别人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